剪刀熟好了 欸我們一起做 一起做 一 二 三 這一次呢 我們的Bookwalker呢 辦了一個同志的縣餐 線上書展 那這一個書展裡面呢 有一個專區 裡面呢 有陳彥銘的專區 所以我們今天 趁此機會邀請到陳彥銘 來跟大家聊一下天 歡迎彥銘 歡迎彥銘 大家好 我是彥銘 謝謝你 謝謝 可是這種話你應該聽過很多了吧 可是其實我不喜歡人家跟我說話 我會本能性的把別人對我的誇獎 因為 把他擋著 我不喜歡聽他的話 這跟我爸的教育 我反正 你爸其實很嚴格欸 所以你爸每天要說你很醜 你很醜 我爸不會誇獎我 從小到大沒被他誇獎 他其實是有目的性的在做這件事 他 因為他造的事就有個性 然後他看我從小時候長大那過程 他發現我 會對別人很會去刷那個存在感 很會想要告訴別人 欸我今天有做到什麼 但我爸覺得男生這樣就是不行 怕怕你養得太過自傲 對 他這樣子 就即使可能我 可能有一些潛力的部分 如果真的有的話 也會因為自己看 因為驕傲 然後可能就不會讓他自己往前 你兩年前就想過說 我就是要當地人 沒有 也是一個因緣機會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走來被心探抓到那種感覺 就是開始被封信 我連走在路上都沒有 我只是在家裡滑IG的時候 我老闆就失訊 失訊每個instagram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現在有一部電影要拍 然後我想要找人 遇到這種狀況你可能會先以為他是不是詐騙 對 就是詐騙 那你就打1999 喂 我沒有 我是直接放著 我甚至連處理這件事情都不出來 我其實跟他約會好幾天 我們這樣來來玩玩 就是一個多禮拜 但是我都是看完之後就放著 我也不管他 我就只是回他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怪 其實這樣對我老闆說 很不好意思 抱歉啊老闆 我真的不是故意啦 我那個時候在找工作 我很明白就直接告訴我老闆 如果你真的要簽謀的話 暫時一定要有收入 所以那時候很感謝我老闆 是在他的第一年 他其實是有付我薪水的 但是因為那一整天下來 其實我等於是沒什麼工作 可是我老闆告訴我說 你每天都在 因為我每天都在看很多東西 然後都在準備自己 這兩個月比較有 覺得自己好像準備好 我覺得我前面兩年都還沒準備好 你已經熱起來了 我覺得我現在有準備好的時候 可以慢慢在這影院的道路上面 讓他讓自己進步 但我現在應該是非常理解 但是我覺得 慢慢嘛 因為沒有人就是一次外 我現在已經開始就是 因為我現在比較會分配自己的時間 我覺得 進入演藝圈第一件事情 要學會的可能就是等待 因為演員就是什麼都要等待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要學會分配自己的時間 有試過主持嗎 主持前陣子有 那我們現在再試一次 你們兩個要不要直接做一起就好 欸這個導播呢 我覺得今天就其實不用發我啦 就直接發他們兩個自己 欸真的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上葉民的節目 真的 他們剛剛完全沒有幫我發音耶 他們剛剛就只是顧他們自己 閃 你看看 導播 導播 可以cue導播嗎 這樣還要錄嗎 欸真是夠了 好 我們今天可以來我們正式的主題 好 可以談談你們就是 怎麼認識的嗎 我就是有一天走在路上看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先問一下 但我沒有冒犯的意思 他這句話就是冒犯 是不是 真的 我被冒犯了 我被冒犯了 沒有啊我只是想要問說 你們誰是你 誰是你 我們的世界沒有這個東西耶 對 在台北每個大家都是 問號 那那你自己判斷呢 我覺得兩個都鐵力 所以那個門就是 可以送走啊 我很佩服被劇本的人 被劇本也蠻痛苦 真的 可是後來找到蠻忙 你要先理解那一場 的目的是什麼 再去妥協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之後你再背你的詞 就很麻煩 劇本功課 不行我發現他這次 真的是一個很認真的的難題 沒有 我有 我受到太多挫折了 這個行業真的是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而且我又 我又很想要把每件事情 都做好了 你知道嗎 就搞了 就是 你有想過他放棄嗎 現在就才兩年 有啊 當然有啊 但是你已經接受一堆人幫助你 你現在放棄那些人幫助你 就等於是泡 必分他 對啊 你會怕他失望嗎 我會 我最怕他失望啊 那你對負品的承受力高嗎 我玻璃心 但我不會表現出來 就是你不會 你睡到爆炸 你睡炸 可能我會告訴我 就不會這樣 他幹嘛講話 沒有他說啊 我就不會這樣 但是我可能回家的時候 會很難過 你多久沒哭啊 做了呼吸 我很常哭耶 自己在家哭嗎 我 我以前會自己在家裡哭 然後 我現在會找經紀人 生活上面我遇到什麼時候 我想不過是真的很悶的時候 我覺得坐在他 座位旁邊的角落 蹲在那裡就是很難過哭 他就會這樣子 可能就是用他的電腦 然後就 聽一聽 然後回答問題很淡定 不然就是可能他現在 中午休息時間 我找他 然後就搞定手機遊戲 然後我來玩 然後就這樣看我一下 然後很淡定的回答 他不會安撫我耶 他都是就事論事 但是我要的 不是他安撫我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願意跟他講很多事情 可以在這裡 因為我要的不是 因為他都會安撫了 我要的不是你安撫了 對我要的不是你安撫 我跟他們講真話 我跟他 我跟他混作了 欸你們是不是有私交配 我們很好 我們幾乎是私生活 但他們很不曉 因為其實我有時候 跟他開玩笑 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就住一起 欸我們住一起 沒有 我說不然以後工作 就是我們就住一起 然後工作我們就一起出發這樣 那不是很方便 對啊就不用會合啊 你也不用我 就是你來接我 然後我接你 你會想要實惠嗎 目前嗎 因為畢竟你現在事業 這麼正主要起 然後準備要 我其實常常跟我經濟人 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是 考慮到我 責任這件事 我談感情是責任對我來說太重要 所以 你如果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要對對方負責 不然不是可能他往後人生 是你要對他 對你付出這段時間負責 那你必須要拿到 我自己認為相對應 可以給他的東西 所以我在談感情 就很謹慎 我談戀愛的話 一定是 為世界中心嘛 我一定都是一直陪他 所以也可能會為了他 就放棄演藝事業 當然不會 因為你工作沒有好 你要怎麼給他好的東西 你的愛情電報都要解錄 對你必須要把最低的底線先明清楚 因為你還是要吃飽 你還是要給他好的 你還是要帶他出去玩 你還是要買東西給他 因為你的工作一定要順利 你才有辦法賺錢 才有辦法給他好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要再跟大家宣傳一下 你讚或什麼樣的 新的作品對 我接下來有一個青春校園的喜劇電影 大概在12月底的時候會開始開發展 那我們的BOOWALKER呢 現在呢 在線上的同志書展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這次的名詞是 絕頂天才 從歷里到2019 那我們其實裡面就一個專區 是這一個名 在我們上面的專欄呢 就會找到 絕頂天才 從歷里到2019 是這個專區 點進去之後呢 點選三次元 就可以找到我們驗名的專區 大家就可以挑選喜歡的書 也可以用點數來摺底喔 那我們購買完燕明的書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手機 iPhone iPad 就可以來刷我們燕明的點子書 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滿滿的陳燕明 就是 不管是 《生涯月光》啊 或是他的寫生書 你想要看什麼樣的陳燕明 這裡面都有 那更正老師 他其實也不只是有寫生日子 他還有家 像雜誌啊 漫畫啊 其實小說都給大家打全來 就是 即日起到12月30日 對 對 一成功了 一成功了 我剛剛為了背這張文字 就是花了五分鐘 沒有啦 開玩笑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如果我們分享這支的預告片 這支FB的預告片 我們也會收出10組 然後我們會送出10組 有50點的訊號 那50點就是50塊 你就可以直接買 然後去折扣這樣 對 然後我們文案裡面呢 也會有救者 就是專屬於故事之道 的一個救者圈的訊號 一個會員可以使用一次 大家可以去用這個訊號 YES 所以大家呢 趕快看到這支影片之後要幹嗎 除了分享這支影片之外 馬上上我們Bogaworker 購買我們陳彥明的寫生書 對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謝謝我們陳彥明 阿姆的寫生書 謝謝你們 謝謝我們的經紀人 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不介紹觀眾 謝謝大家觀眾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